中广早报新闻 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报导的是 第一批包机回台的台商 现在证实其中有一位 是成为国内第一11例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现在国内的防疫再升级 浙江人禁止来台 另外两周内去过大陆的外籍人士 也将禁止入境 首批的武汉台包前天晚上搭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陆续的医疗隔离任务非常的繁重 防疫人员还有警方真的辛苦了 指挥官呢 陈时中也就是卫福部长 他可以说是彻夜未眠 他昨天一天主持了三场记者会 昨天晚上八点钟 这场临时记者会 大家就在猜是不是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结果果然是有一名 搭着这个专机回来的台商 他是一名男性确诊感染 他成为国内第十一起的确诊个案 然后呢 在陈时中部长呢 讲着这个个案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把卫生纸拿起来 擦拭了一下双眼 一度哽咽说不出来 然后呢 就把这个麦克风 递给了在旁边的企管署长周志浩 然后呢 这个陈部长呢 就说团队真的很辛苦 我们也知道大家真的很辛苦 国人实在是要给他们高度的肯定 跟鼓励 我国的武汉肺炎呢 新增的这起确诊个案 就是三号深夜 从武汉回台的 247位的 这个台籍的 这个朋友当中的 其中一名50岁的男性台商 其实他入境的时候 就已经高烧到38度多了 直接送到隔离病房 中央流行指挥中心 昨天晚上开的这场记者会 公布检查报告 确实是阳性 还好他现在稍退了 而另外两位有呼吸到症状的 这个回台的台商呢 后送到医院之后 好消息是 他们的这个筛检 都是阴性 并没有感染哦 而且另外一个 让大家觉得比较开心的是呢 截至昨天为止呢 我国累计的11起确诊个案 前10例的个案呢 有好消息 就是有一名患者呢 两次筛检 现在都已经是阴性了 专家要再检测其他的检体 如果还是呈现阴性反应的话 机关署的副署长 庄仁祥告诉大家说 这位患者最快一个星期之内 他就可以康复出院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在昨天的这场记者会当中啊 也做了一些最新的防疫升级的宣布 这是由外交部来宣布的啊 那就是边境检疫要加强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 昨天宣布 今天开始呢把浙江省列为二级流行区 涉及在浙江省的要比照涉及湖北 以及广东省陆克呢 发布禁令 全部禁止入境我国 主要是因为呢 浙江现在已经实施了这个陆运管制 还有限制居民移动 但是这个浙江省的确诊数呢 却仅次于个案最多的湖北省 所以现在高度怀疑在浙江这边有社区传播 陈时中昨天是说呢 说入境民众如果有浙江的旅游史 必须要列入两周居家检疫对象 居住地的浙江省路人呢 则是禁止进入哦 如果说入境的时候有发烧 急性呼吸道症状 立刻送到指定医疗院所裁检 然后呢回家做居家检疫 检验结果如果是阳性 那么就立刻要进行一个处理的流程 强制隔离哦 好有关于呢把浙江呢 也列入二级流行区哦 为什么要这么做 疾管署的署长呢周志浩 昨天呢他也做了一个说明 因为浙江最近的这个病例数增加是蛮多的 比如像说他在昨天的话 一天就增加了165例 那比起前几天的话 一天增加大概60几例 他显然有很成很大程度的一个增加 浙江的几个重要的都市 比如像说杭州温州 或者是宁波 他的病例数其实都不少 好讲到了大陆的现在整体的这个疫情 其实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二条呢 也有报道啊 就是说现在大陆要封城的大城市越来越多了 杭州郑州都宣布半封城 好半封城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待会再来解释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呢 他也是报道了这个禁令提升的消息 说14天之内呢防疫要升级了 现在7号开始 也就是后天开始实施 曾经到过大陆的外籍人士 也将禁止入境 外交部是在昨天啊 在防疫会议上面宣布 2月7号起 只要是14天内曾经入境 或者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外籍人士 通通禁止入境 但是如果是持有居留证的外配 外商还有学生 返台必须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另外入境前14天 到过大陆港澳邮轮 也禁止停靠在我国的港口啊 因为昨天呢的确就是开了专家会议 讨论到这个问题 也真的发生这样的状况啊 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长 叶飞比表示 他说从后天 7号开始 14天内入境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啊 要采取一个入境限制跟签证管制的一个措施 我们来听听看呢 昨天叶飞比到底是怎么说的 从2月7日开始 过去14日内 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一般外籍人士 将禁止入境我国 这个包含享有免签证待遇 落地签证及电子签证待遇 以及持有有效签证的外籍人士 其实对于这种入境管制 我国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 因为现在呢 在东南亚的周边国家 甚至于连美国的防疫层级都不断的在提升 向美国呢 提高了对于中国大陆的旅游警示 已经到最高的第四级了 从2号下午5点 也就是我们台湾时间3号的早上6点开始 他们已经禁止过去14天内 曾经去过大陆的外国游客入境 在亚太地区呢 南韩是从昨天开始呢 全面禁止14天内 访问过湖北的外籍人士入境 印尼是从今天开始禁止中国大陆的公民入境 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旅客 也不可以入境印尼或者是过境 日本也有新的宣布 其实他们是从1号开始 14天内曾经到访过湖北的外国人 跟持有湖北省签发护照的旅客 一律禁止进入日本 新加坡呢 则是禁止所有在过去14天内 到过中国大陆 包含过境都不行啊 禁止他们入境 而澳洲呢是1号起禁止所有中国旅客入境 澳洲公民和持有居留权及他们的家属 还有法定监护人 配偶是除外的 但是还是必须要自主隔离两个星期 其实各国的这个防疫等级在出入境的管制上面呢 也不是我们独自设了一些门槛 而是各国都必须要采取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 在自由时报这边的头版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 其实也是刚才提到的防疫再升级 外籍人士呢 从后天开始 14天内曾经到过中国大陆就不准来台湾了 好另外呢 在今天自由时报头版还报道了香港首见死亡案例 担心会不会有社区传染啊 因为呢 这起死亡案例的母亲也被感染 香港医院管理局呢 是在昨天宣布 他们境内发现了武汉肺炎第一起的死亡病例 这是一个曾经到过湖北武汉探亲的39岁香港男性 报道说呢 死者本身其实他有糖尿病的病史啊 病况本来很稳定的 因为他很年轻啊 但是4号早上呢 突然间气喘发作 呼吸困难 最后是宣告不治 香港医管局呢 昨天下午就证实 两起本地的这个传染案例 现在香港的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的主任张竹军就警告 说香港的隐形传播链 已然成行了 不排除疫情会在社区里面 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 所以接下来两个星期 非常的关键 讲到了两个星期的这个防疫重点 现在香港医护人员 其实他们从3号开始啊 就有要求呢 香港政府要全面的对中国大陆封关 因为呢 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往来实在是 人流的进出太多啊 造成防疫上极度的困难 医护人员的工作也非常吃重 但是港府并没有能够接受他们的建议 所以他们呢 从3号开始就已经展开了罢工行动 3号那天是3000人 到了昨天呢 变成7000人了 他们要求香港政府要全面封关 医管局的联网服务总处的总监呢 杨蒂刚表示 4号已经有4000多个医护没有到班 对于香港的公立医院服务 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 现在呢 香港医院非紧急服务部门几乎是全部关闭 医管局的员工呢 呃 估计呢 说4号全港可能有7000人参与了这场罢工 当中有4500个护理师 占护理师总数的17% 好 所以香港的这个疫情呢 现在防疫工作也是进入了关键的 呃 这个时间啊 而且另外澳门也有措施了 澳门呢 就是靠赌场啊 是最有名的 但是赌场人流聚集啊 各地的人都有啊 所以呢 担心啊 这个疫情会散步 澳门所有的娱乐场所 赌场宣布 关闭15天 好 这个是在 呃 几家 三家主要报纸啊 今天头版的头条消息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头版其实还有很多的讯息啊 在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 报道了口罩的问题啊 讲到了这个口罩说 现在连医护人员前线吃紧啊 这个前线千万不能吃紧 医护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 说有医护呢 一天啊 医院规定只能用两片口罩 所以失掉了也不敢换啊 因为现在医院呢 也必须要做口罩的一个管制了 受到了武汉肺炎的疫情严峻啊 连医院口个口罩都告急 包括了三总 台大荣总 这些教学等级的医院 都开始采取这个总量管制 限缩 医护人员一天只能用一片到两片口罩 台大工会说呢 过去平均一个病房 至少有20个医护人员 一天要用掉一盒100片的口罩 而前天开始 每个病房只分配到一个星期 用两盒 距离足够的使用量呢 其实距离很大 导致医护口罩呢 都湿了 也不敢更换呢 而台大企业工会的理事长 陈爱荣说 一科的病房 至少有20个医生护理师啊 要照顾36个病人 通常呢 光是一个住院 一天就要用掉4片啊 有的时候突发状况 比方湿掉了 或者是病人的血水喷溅 也要替换 大概一天就要用掉一盒100片啊 所以如果说 医护人员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保护自己 怎么能够照顾病人 所以呼吁呢 在前线 是不是能够更充分的 公益他们防护用的口罩 台北荣总说呢 行政人员 柜台跟挂号门展的口罩呢 现在是一天限用一个 至于急诊啊 感染科啊 手术科啊 胸腔科 加护病房 这些第一线的人员 现在口罩是不给限制啊 充分供应 以医疗需求 作为最优先的考虑 而在中区的这个指挥中心啊 中国复医 儿童感染科的啊 这个医师 黄高斌主任呢 他则说 其实实测 一个口罩平均用 八个小时 医护人员一天用 一到两个 他认为是够了 应该要节省使用 但是也要给予充分的弹性 反而是政府 现在推出的七天 民众七天 一个人之内只能买两片 这是不合理 而且是错误的管制啊 可能会让第一线 或者是有生病高风险的民众 没口罩可用 他认为政府管制 除了兼顾公平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 防疫的合理性啊 这是黄高斌医师 所提出来的呼吁啊 其实讲到了这个口罩的缺 除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我们当然应该要充分的供应他们 因为他们是站在防疫的第一线 非常的辛苦 另外警察客运司机 他们也是要跟人群密切接触啊 现在有客运司机 今天的中国时报报道说 一片口罩 因为他买不到 戴了15天 形成了防疫的漏洞 口罩实名制呢 明天就要上路 但是大家还在强买口罩啊 一片难求 这两天市面上是全面断货 同时政府要求 大众运输业者一定要戴口罩 定期消毒车内设备 但是台企客运产业工会说 司机买不到 你叫我们怎么戴呢 有司机一片口罩戴15天 没得换 造成防疫漏洞 好 另外疫情中心也告急说 国内库存现在只剩下 1047万片了啊 对于推实名制 其实大家都是赞成的 但是这个数量上面 是不是还有权衡的余地 昨天有蓝营的立委批呢 说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100万片的 这个口罩被消失了啊 行政院呢 是拍板从礼拜四开始 一个星期 每个人限购两片口罩 国民党立委万美龄 昨天质疑说 行政院原本规划 2月1号到2月15 每天是配售260万个 民用口罩 到四大超商去 还有药妆店啊 现在呢 改由6500多家的 健保特约药局 来配售250个 250万个 每家配售250个口罩啊 等于每天配售 162万个民用口罩 那落差 有100万个民用口罩 他说这些民用口罩 到哪里去了啊 而这个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的 医疗整备官 医师罗宜君呢 他也对国内的库存口罩 他喊出告急牌 他说现在全台春节前的 4500万片口罩 战备存粮 已经几乎都释出了 现在只剩下1047万片 其中呢 医疗运所773万片 卫生局170万片 中央库存104万片 而且对于口罩的增产 透露说 现在呢 不是人力的问题 原料有短缺 官员也不会员 推估目前呢 本来他们以为 一天可以生产400万片 但现在实际 只能生产 244万片 可能呢 在产能上面 还要继续的 加把劲才够了 好 讲到了这个口罩 实名制 有许多民众说 这样还是买不到 因为一家药房 毕竟只有250片 200片成人 50片的小朋友 当然大家也知道 供提时间 要把口罩 留给最需要的人 但是在整体的 这个制度上面 是不是还有一些 改善的空间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昨天说 他说七天两片口罩 那慢性病的民众 够用吗 没有健保的外国朋友 怎么领啊 相关的配套 中央讲清楚 他也强调 对于防疫 中央要求的 新北市政府 一定配合 一定做到 而且还会做得更多 但是希望呢 一切的事情 都要让大家 能够清楚明白 我特别要说 在过年前 中央一直说 口罩是足的 我们有4500万个 那个量绝对够 那不到短短几天 到底我们口罩的量 目前还剩下多少 以及 现阶段每天可以产出 多少量 真正的配发到 民众的手上 有多少量 口罩 最重要是 源头的管理 源头如果管理的不清楚 你都到下游的末端 用实名制的方式 让民众 限收的更少 拿不到口罩 民众的余力 会更多 心情会更乱 好 这是昨天 侯友渝提出了呼吁 希望中央能够把资讯 弄得更透明一点 好 其实现在缺口罩 也不是我们台湾缺而已 全球缺 而且缺料 价格都上扬 台湾现在还5块钱买得到 星期部现在要拼 到6月要供应无余 现在阿兵哥也投入 支援赶工 这是在自由时报 今天所做的报道 说现在全球都在闹口罩荒 价格飞涨 经济部公布驻外的资讯说 像香港 日本 韩国 都已经涨到一片要 超过台币30元 缅甸 英国 澳洲 泰国 虽然价钱比较便宜 但市面上买不到 台湾定价是每片5块钱 价格低 而且因为配几质 现在应该还有机会 可以买得到 所以经济部强调 已经同步要求上游的原料厂商 想办法来增产 确保3月增加到千万片 6月以后还可以供应无余 经济部盘点原料 说原料到2月底前应该是够的 目前规划 一个星期内要让560万人 可以买得到口罩 另外一方面 现在感染科的医生都呼吁大家 现在除了不要急着抢口罩 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 另外还说像花莲门诺的感染科主任 妙伟杰他昨天就强调 他说国内现在还没有出现社区感染 不需要时时刻刻戴口罩了 更重要的其实要养成勤洗手 现在不是有口诀叫做内外夹工大力丸吗 大家洗手一定要洗得更彻底一点 然后另外对于七天限购两片 这个很严苛的禁止 现在行政院也说 可以试疫情的情况 考虑适度放宽 至于没有健保药局的偏远乡镇怎么办 卫生所来发 好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缅甸突然间停飞了 往台北的包机 造成我们228位台湾的旅客 被丢包在当地 现在非常头痛 旅行社也头痛 我驻外单位将会想办法来协助 好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是说专门经营南向旅游市场的 一个金远东国际旅行社 他说缅甸政府2月1号 发文要求缅甸国际航空 即日起停飞中港澳台的相关航班 导致228位台籍旅客 惨遭丢包 现在外交部说金查证 缅甸当局对于我国籍的航空公司 没有禁令 暂停缅甸籍的航空公司 飞航中国大陆的11个城市 以及曼德勒台北包机 外交单位呢会去争取 希望解除飞航台北的 这个莫名其妙的禁令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对于这个邮轮的禁令 我刚才也大概的讲了一下 讲到了其他还有一些相关防疫的消息 说第一批台商呢 反台接受隔离检疫 大家应该还记得 日前呢 柯文哲呢 说溜嘴 他把放在阳明山上的 一个准备隔离区给讲出来了 柯文哲呢 昨天一整天 面对外界的批评 他神隐了 该由副市长黄珊珊出面 黄珊珊呢 则是说 说现在有人质疑说 是不是呢 根本要刻意泄露 好让呢 这个隔离场所不能设在台北市 黄珊珊说 这个说法真的是严重了 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作为 好另外呢 大陆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来看联合报 今天在头版二条的报道 杭州郑州宣布 半封城大陆武汉肺炎 确诊呢 是在昨天就已经突破两万例 二门赌场呢 刚才也提到了 要停业15天 好现在呢 对于大陆的这个疫情呢 目前呢 大陆国家建委的 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昨天表示 他说现在主要的死亡案例 还是在湖北 而且集中在武汉 其他省份的病例也不少 但是呢 病死率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武汉肺炎呢 持续增温 浙江省的省会杭州 河南的省会郑州 昨天呢 都是半封城 全市所有的村庄小区单位 一律实施封闭式管理 管制人员进出 外来车辆 一律严控 发现有确诊病例 就是情况呢 要对大楼实施封闭式的硬隔离 杭州市还严禁各单位 在2月9号之前 通知疫情重点地区人员返航 除了呢 批准同意的企业之外 一律都不可以开工 好 这个是大陆呢 现在封城的城市越来越多了 好 至于什么时候还会有第二批 滞留在武汉地区的 我们台籍的这个同胞 可以回来呢 资深台商 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 总会长徐振文 他昨天表示 他说第二批 从武汉返台的台商呢 估计应该还是200多人了 武汉台办跟台协呢 今天通知说他们的计划不变 希望呢 是搭早班车到机场集合 暂定下午可以搭击返台 他说呢 由于首批是有三个人发烧 所以大陆方面 希望这个第二批 抵台的时候 不要有任何状况 已经让第二批 返台前呢 都要做好相关的一些 检疫措施 好 这个徐振文呢 昨天呢 他也提到 他说其实大家现在状况都不错 之所以不愿意进入负压病房 主要是不想给国人添麻烦 我们来听徐振文 他昨天的说法 我们就是确定了 有两个人告诉我们 他的确是有咳嗽 那咳嗽的部分呢 因为他们为了起安心起见 还是参加隔离 那也请国人放心 那他们 假如说他们自己有状况 他们会留下 他们也不想会回来 造成国人的困扰 这是我想替第一批 跟第二批的人 代为表达的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今天 其他各报的一些消息 讲到了中国大陆 昨天就封了五个城市 另外新卯爆出了本土病例 中国境内呢 是两万人确诊 四百二十五人死亡 今天已经增加到 全球是四百二十七死 这是在今天早上 自由时报 所做的一个报道 说中国大陆 到底现在封了多少城市 你知道吗 二十三个城市 而所谓的封城 半封城 还有所谓的 闭环管理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在自由时报 有一个小表格 这个表格做的蛮清楚的 他说封城呢 就是禁止所有连外交通 关闭所有公众场所 学校 还有呢禁止婚丧喜庆 还有各种聚会的场合 人员是只进不出 像代表城市是哪里呢 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武汉等十六个城市 被称为呢 现在是大陆史上 最大规模的封城行动 那什么叫做半封城 像浙江的温州 杭州 现在都是半封城 所谓的半封城 就是严格管制 你的出入 每户 每两天只能派一个家人 出门采购物资 希望大家尽量身躯减出 那什么叫做闭环管理呢 现在河南的郑州 就是闭环管理 那就是机场 高铁 高速公路 可以走 城市里面呢 分成几个区 指定出入口 通行 要登记 要量体温 非必要的话呢 这些生活场所都要关闭 减少人员流动 降低 交叉感染 好 这个是在大陆的一个疫情发展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两家财经报纸 也报道了这一次 武汉肺炎的疫情 对于 这个经济方面 造成的一些冲击 疫情扩散 河南郑州现在是半封城 但是郑州对我们台商的影响很大 因为呢 手机重镇就在这里 现在呢 红海要力拼 不断练 大陆的河南省郑州市 昨天宣布 即日起实施封闭式管理 也就是所谓的半封城 严控当地人员的进出 交通运输 郑州就是苹果iPhone的生产重镇 当地进入半封城状态 市场担心 开工日是不是又得再延了 加上有交通管制 将会重创iPhone的生产 充寒冲击到的 我国的台商 包括了 红海大力光的供应链 法人说呢 郑州不只是iPhone的生产大本营 也是非苹果制造的重镇 全球每七个手机里面 有一支就是在郑州组装的 郑州现在半封城 不仅瓶盖骨蒙城 联发科等 非瓶盖供应链 恐怕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红海集团昨天发三点声明 强调集团旗下 大陆主要厂区 2月10号复工 这个目标不变 其次是 大陆各地方 目前的防疫管制 有助于集团做复工准备 第三是集团掌控了 各地官方的管控政策 大力光在武汉肺炎爆发后呢 曾经指出 对于一月展望 他们还是维持不变 不过2月呢 要等复工之后 才能做后续评估 好另外 今天日报还报导说 台股有四大利多 包括了美洲跟亚洲的股票市场 昨天开始呢 都已经反弹 今天其实 欧美股市在收盘的时候 还是大涨的 而政府基金呢 有助攻 新台币的汇率强升 还有投信法人逢低承接 所以台股现在呢 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 看起来还是有大户 要出手捡便宜 好另外 中美贸易协议 大陆现在还有没有能力 大幅采购美国商品 恐怕会打个问号 所以现在大陆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些弹性处理的做法 好另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商时报 工商时报 今天也是报道了 头版头条就是 郑州啊 这个手机生产的重镇 也是苹果的啊 非常重要的生产据点啊 现在呢 郑州准封城 苹果有断链的风险 防疫升级 闭环管理 苹果工艺链 10号到底能不能复工 现在外界高度关心 另外讲到了国际油价的问题 国际油价遭雄稳 利手50美元 产油国家组织要召开紧急大会 讨论扩大减产 稳定原油市场 国际油价连日重挫 已经摔到一年多来的新低点 纽约期货 这个甚至一度失手 50美元 其实今天还在50美元之下啊 另外呢 沙古地阿拉伯跟俄罗斯呢 信心喊话说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呢 要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扩大减产 稳定油价 好 另外呢 还有就是 今天在工商时报的 A2版活线焦点 报道了说 大陆的防疫专家 钟南山 现在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哦 他的评估是怎么样 他说疫情最快周末 会达到高峰 然后就渴望逐渐的加温 他说美国药厂的新药 现在已经获准 在大陆展开临床试验 好 这是各报在头版的主要消息 我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关心 那一页还有其他的新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好 欢迎大家呢 再次的回到 三十五分钟 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戴湾主播 丽雅元奥 我们再从联合报的 那一页开始看 在A5的话题版 今天报道了说 在大陆的台湾学生 回台就学 该怎么办 现在大陆闹疫情 说教育部已经开始研究了 除了陆生来台的问题要处理 另外呢 在大陆滞留的这些台生怎么办 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升高 中国大陆有多所大学宣布 他们要延后开学 甚至无限期停止开课 连带的影响到现在 在大陆念书的很多台湾学生 他们的权益 教育部长潘文中 昨天表示说 现在正在研究 在大陆的台生 回台学习的权益措施 希望能够学知 学生们呢 学习不中断 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主要的精神跟去年呢 在香港 反送中抗争的时候 当时我们处理 在香港的台湾学生的状况 是一样的 但是两岸关系是更复杂 需要更审慎的研究 多所大学已经开始 研理相关措施 要帮助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 回到台湾来学习 教育部统计的这个数字 是107学年度 在大陆就读 具有学籍的台湾同学呢 大概有一万两千多人 潘文中说呢 短期选修学分的交换生 研修生 因为没有学位的问题 比较有弹性啊 但是如果是本来就在大陆 某些大学里面 读正式学位的台生 情况复杂 如果这还生这半年 不想再回大陆读书的话 必须经过对方大学 同意保留他的就学资格 这不是我们台湾政府 说了就可以解决的 好另外对于防疫价啊 这个防疫照顾价 到底给不给薪水的问题啊 现在县市又出现不同调的情况了 防范午饭肺炎的群区感染 劳动部宣布呢 家里面如果有12岁以下 小朋友的父母呢 其中之一可以请个防疫照顾价 雇主必须要准假 不能不准假啊 但是给不给薪水 雇主可以自己决定啊 但对于要不要给薪水 各县市政府工部门都不同调 宜兰的伍杰昨天说呢 他们是驾照准 而且呢薪水也照给 宜兰县政府却说 公务的约并人员请假会给薪 临时人员要等劳动部提出解释 再决定 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则是向中央喊话了说 不能一国好几治吧 总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劳动部则是重申 雇主不得拒绝请假 但是还是不强制雇主 要给这些请假的员工薪水 好现在观光业惨了 餐饮业呢 也受到极大的波及 现在观光业呢 要纾困 初估上看200亿的水位 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 行政院队正受到冲击的产业 进行盘点 沿你呢 中期纾困方案 还有中长期的振兴方案 但究竟是用行政措施来解决 还是针对疫情特别条例 给特别预算 还有带行政院长苏贞昌 做最后的开版决定 好再来看政坛的消息 昨天呢 是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补选 即前天江启臣完成登记之后 昨天好龙斌 他也是大阵仗去登记了 后面也是带了很多 包括他的老朋友胡志强在内 陪他去办了这个登记 跨世代陪同登记参选党主席 胡志强先生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哦 新党则是批小绿 而郝龙斌说呢 他不接受一国两制 好那江启臣 他现在面临 他确实是有一位 这个大老级的竞争对手 他则是说呢 新世代参与党务 越竞争才会越团结 另外对国民党来讲 这算是个好消息吧 党产会要追征7.8亿 现在呢 法院裁准停止执行 主要是呢 这个党产会呢 他认定台北市的大校大楼 是国民党的不当财产取得 去年对国民党要追征7.8亿 国民党不服气 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 台北市高等行政法院呢 认为金额太大 所以裁准暂停执行 不好意思哦 让我稍微的喘口气咳嗽一下 好 另外呢 讲到了赖清德 他在美国访问 他跟美国的一些政商代表 谈到了我国应该要加入WHO 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好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 现在除了防这个武汉肺炎之外呢 流感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流感 还是处于国内的一个高峰期 上个礼拜呢 又有五人重症 所以呢 这个流感的问题很严重 而武汉肺炎延烧呢 其实波及到台缅航线 缅甸的国际航空 我刚才在新闻中提到 说228个人被丢包 这家承办的旅行社 是金远东旅行社的董事长的 陶士龙 他就说明了现在的一个情况 缅甸的官方发出来的 就是直接只注明了一条 曼德勒台北曼德勒 因为原因是因为中国武汉 武汉肺炎引起的 然后说要预定 然后要停止 这是中意 台商有观光客 有缅甸华侨 一半一半 唐克跟缅侨一半一半 好对于滞留在当地的旅客 我驻外单位还有外交部 一定会想办法帮忙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 今天联合报的A11版 财经要文版 投审会做了一个统计 说现在在杭州 郑州台商的投资总金额 大概是1267亿元左右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 体育迷很关心的 HBL高中篮球联赛 超好看的 我觉得比NBA还好看 这个非常热血的HBL 八强的闭幕赛 礼拜天就要开战了 但是今年恐怕 不会有这么多人 可以进场去看球了 主要还是因为 武汉肺炎的疫情延烧 在国内有高人气的HBL 高中篮球联赛 礼拜天在台北的和平馆 还有台北体育馆两地开战 有球队昨天收到 主办单位高中提总的来函 确定将会出现 史上第一次闭门比赛 当然目的是为了杜绝感染 好另外一群篮球员 他们也陷入一个长考 那就是要钱还是要健康 在大陆打篮球的CBA 洋将们陷入两难 其中也包括了台籍的 台义的这个林书豪 林书豪他的篮球运 真的是相当的多船 堪称是武汉肺炎的另类苦主 由于CBA无限期延赛 突然无球可打的洋将 现在都陷入两难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